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为何被非洲部落的人名称为女王 又为何能够坚定地带领一个非洲的部落发展 遇到困难时她是怎么排解自己内心的郁闷的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刚果卡萨伊部落女王维莉的生活 很小的时候中国女孩王维莉就常听姑爸姑妈讲起遥远而神秘的非洲 他们谈了很多在非洲的经历 比如在非洲大草原开着吉普车跟长颈鹿追逐奔跑 这让王维莉对非洲有了向往 想着有朝一日到非洲走一趟 很多年过去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96年福建清贸代表团访问非洲 而王维莉作为成员一同随行 从此她和非洲结下了不解之缘 土生土长的北京妞王维莉有着北方人特有的豪爽性格 从北京语言大学的培训教师到后来的刚果主派中国的终身商务参赞 她的人生完成了大跨越 而这些背后潜藏的是一个女孩远大的抱负和使命感 在谈及非洲大草原的时候 王维莉把她和内蒙古大草原做了有趣的对比 她说非洲大草原和内蒙古大草原本质的区别在于气候 内蒙古大草原气候分明又明显的春夏秋冬 但非洲大草原只有两季 就是旱季和雨季 草原上的草有一人多高 在旱季当人走进草原之后会淹没在草里 草非常干会响起刷刷声 随时随地都可能有山火十分危险 而到了雨季也同样危险 因为漫天的湿润的气体 让人刚一进去就晕了 但王维莉从不惧怕 每次有中国代表团到刚果考察访问 行程单一出 她就会把该行程亲自走一遍 提前了解情况 为此她面临过很多次深思的考验 有一次王维莉带着中国代表团 穿过草原去一个矿区的时候 遇见了山火 草燃烧的速度很快 由于没有大的植物 无奈之下 他们一行人只能用水 把衣服浸湿 包着轮胎和油箱往前走 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 王维莉奋不顾身 首当其冲上了领头车 正因为行中带有一股 坚定的意志和信念 最终她带着车队冲出了火海 无疑伤亡 过程中车前面的塑料机器盖部分 和反光镜给予刷器都已经烧化了 而她的眉毛和头发也损失了很多 那一次火海的经历让她想起了中国的一句话 叫水火无情 而谈到在部落的经历 王维莉觉得最让她感动的是 一次她为商务团做翻译洽谈合作项目 再回到刚果 当她带着种子前往离首都金萨沙三百余里的一个部落 由于车上没有空调 在草原上走了一百余里 她当下感到很不舒服 后来意识渐渐模糊 向导和司机认为她可能患上了一种可怕的传染病 由于王维莉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 部落的酋长看到后焦急如命说 如果她得不到救治 一个晚上这传染病就可以要了她的性命 于是她立即发动全部落的人 征集救治王维莉的药物 最后在一个村民那里找到一瓶奎泥 医生掰开王维莉的嘴让她服下 她苏醒过来后才得知是部落里的人救了她一命 这段经历让王维莉记忆犹新 眉眉弹气心里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还有一次王维莉前往卡萨伊旅行 不小心掉进了一条湍急的小河 当时矿区里的两个热心的矿工看到此景 立刻下河抢人并把她拖到了岸边 由于喝了脏河水 再加上过度惊吓 王维莉奄奄一息 卡萨伊部落的村民将她抬到村子里 擦洗招聊她 重新睁开眼睛后 王维莉感动的流下泪水说 我在中国有一个家 但现在这里是我的另一个家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后来王维莉才得知 那两个矿工在用尽所有的力气 将她推上岸之后 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沉在了河底 2006年初 王维莉再次来到了岗国 她买了两大箱的种子 无偿送给了卡萨伊部落的成员们 还动员当地华人为这个部落捐款 王维莉的行为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年5月 刚果总统接见了王维莉 为她受勋 从此 她正式成为了刚果的驻华参赞 事后 王维莉感慨地说 自己只付出了一点 刚果人民却给予了她那么多 接下来的日子 她在卡萨伊地区开发炼铁厂 仅仅一年时间 便为部落创造了巨大的效益 还主持了纸张 电器设备 润滑油等多个厂家的落成仪式 王维莉的付出 让卡萨伊酋长万分感动 并对她说 过去别人来到这里 只知道拿走这里的各种宝石 现在你来 去和我们一起流汗 刚果有这样的谚语 耳朵可以穿透黑暗 而不是眼睛 你的付出 我们部落的每个人闭上眼睛 都可以清晰听见 2010年9月的一天傍晚 王维莉路过卡萨伊部落 发现部落里的一个女人 生孩子遇到了困难 送音乐已经来不及了 亲戚之下 王维莉一边回忆电影里 看到的接生镜头 一边现场操作 忙活了好几个时辰 最后 王维莉顺利地 把孩子接生了下来 此时天色已经发亮 大家拖着孩子 迎接出生的太阳跪下 说孩子是天神所赐 而为孩子接生的这个女人 就是我们的天神 2011年7月1日 是卡萨伊部落传统的祭祀节日 当活动到了尾声的时候 酋长把王维莉 倾到了一个高高的竹椅上 部落里的姑娘 抬过来一个大木盆 然后注入水 酋长让王维莉 把脚放进水盆里 接着有人拿来了草边的精致鞋垫 将王维莉的右脚放在上面 然后全部落的人排成长队 有秩序地担心跪在王维莉的面前 亲吻起她的脚 四周响起了一片欢呼 雨点般密集的鼓声响彻云霄 此时酋长走到还没回过神的王维莉面前 对她说道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卡萨伊部落里的女王了 卡萨伊莉莉一世 当部落中的一位姑娘 为她带上香满钻石的花冠之际 王维莉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在非洲某种传染病很严重 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报道 每30秒就有一个非洲孩子 因为该疾病去世 王维莉谈到了她之前的经历 说以前我是经历过这个病毒的 病毒来了之后 整个部落的人都没了 人没了之后 睡觉的草屋也坍塌了 去年我去过一个部落 第二年我再去那个部落的时候 她已经消失了 这让我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王维莉还特别动情地 谈到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之前她去部落的时候 有一个小男孩长得非常漂亮 当时对方蹬了她一脚 说女王妈妈你真漂亮 你别嫁人等我长大了娶你 王维莉回答 好啊你去问问你爸爸给我什么聘礼 小男孩之后特别激动地跟她爸爸说 爸爸我要娶女王妈妈作为我的新娘子 她太漂亮了 爸爸她要彩礼 你给她什么呀 男孩爸爸想了想 我们去抓两个长颈鹿给她吧 讲完这个故事 王维莉的眼眶瞬间泛起了泪花 感慨说道 这么单纯可爱的孩子 最终被病毒永远夺走了生命 作为非洲第二大河 钢果河流进了十几个国家 无私地养育着中非人民 钢果每年自燃山火燃烧的面积很大 商级植物和动物也很多 导致生物多样性日益减少 据2015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 钢果每年燃烧的木材相当于中国木材总用量的百分之十到十五 这个数量十分庞大 保护环境防止污染成了当地非常紧迫的话题 非洲古老的部落是非常神秘的 部落无论大小都有其独特性 也就是传承的精神文化 不同的图腾有着不同的意思 其中也蕴含代代相传的历史 现代高科技的生活和非洲人类的相差甚大 但非洲人民的淳朴善良是非常宝贵的 非洲的部落成员吃的是蜜蜂的蜂巢 大虫子和自己养的鸡猪羊牛 偶尔才去捕猎野生动物 有了灾害才会去打猎 只要自己部落有吃的 就绝对不会去索取 所以他们的本性非常善良 而且特别热爱地球 非常环保 作为一名女王 王维丽始终怀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赢得了非洲人民的爱戴 也为促进中非关系的发展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王维丽的到来 让部落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并积极推动环保 医疗卫生 教育等公益事业 将自己的爱传递给非洲人民 人类本就是共同体 发展的不平衡 会拖累整体的进步速度 所以王维丽对非洲人民尽心尽力 其实也是在为全球发展努力 在此祝愿她的未来 幸福美满 为更多人带来希望 希望能有更多人带来